不要去把自己绑起来说 我只能这样做 我必须这样做 我要改这个 我要改这个 我才能够这样 我才能够赚这个钱 我说要可以去找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讲一些话 我们没有要hurt别人 这个问题反而 你是要去问对方 说请问你是在敏感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在讲的就是水果 就是动物 为什么你要生气 就是你心里在想什么 只有你自己清楚 对我来说 我没有特地故意要去挑战 对我来说 我是看到什么我就写 大家就会把我定位成说 这个歌手是很大胆在骂政治 可是对我来说 我不是在特地来骂政治 我是针对事情来提出来 所以因为对我来说创作 就是透过生活上看到的 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 因为我的爸爸 他也是这样子的个性 什么不对 他就会提出来 他也不怕别人对他反感来什么 所以他就会争取自己觉得对的东西 有人说我们把他在中国大陆上要去中国大陆拍 然后那个故事要改成这样这样这样改 这样改 我是因为相信我的监制 一直改 改到整部剧本已经不是我要拍的 可是他们说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钱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包括我跟我的监制 还有很多团队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 然后可是这部电影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要买 所以这部电影是亏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当你为了要做一个市场 你要去赚他的钱 改变了你的初心 你去改变了你的作品 一样这个作品是不会好的 那不好的作品呢 去到哪里都不会赚钱 我觉得我最大的使命感是告诉大家 说我们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要自由地创作 就是作品是不要有任何限制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以前香港的创作人 教会我的东西 其实你说这些言论 或者创作的很大胆的自由 第一其实影响很大的是香港以前的作品 包括以前的电影 像以前要拍古学仔也可以 要拍鬼啊 要拍什么满天神佛啊 古代啊 或者甚至拍一些政府的东西 我听了很奇怪 你们说我敢做 可是我是跟香港人学的 这些人对我来讲都是以前影响我的人 我从以前beyond开始听 他们的歌词其实也是在反动 也是在反对一些东西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本来是很大胆的 或者是一些艺人很大胆的都比较不敢讲 都自己会censor 最严重的就是人民自己退让 你说那些什么条例啊 那些东西是很多国家都有的 那我因为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 我的旁边就是新加坡 那我们两个国家都是非常非常严格 那这个不可以唱 那个不可以讲 这个不可以 可是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 我还是一直坚持要做 应该说娱乐圈应该自己创造一个生态 我们没有办法去 可是我们做YouTube 做Facebook 做做做 做到最后呢 Facebook跟YouTube打倒了主流媒体 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比本来的东西还要大 因为你现在做的东西 你们香港做的东西只在香港里面 那如果你们要做中国大陆的东西就只能配合他们要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做的东西是整个全世界华人都可以看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制的 我说一句禁语 就是香港加油 全世界最奇怪的禁语就是香港加油 我说香港是我心中的英雄 在绝望的情况下都可以上街去抗议 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 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因为马来西亚人是看到希望才去抗议 才去抗争 虽然现在大家好像有些东西是没有了的 但是那个精神是留在这里的 全世界是看到的 是留给全世界的这份精神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香港 给全世界看到这种精神 原来我只一生不计风中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Oh no 背起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也会怕有一天才你共我 Oh yeah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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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得一道黑了 见识了